動漫我要聽 這寫百分百元的 怎麼會被我溫柔的掌聲給你快呢 為什麼寫太黃了 因為我有少女心啊 因為我純潔青春的肉體 大人物藝術製作 主持人 電玻璃長永博 主持群電玻璃發展促進會 大家好 又到了熱炒99達人上菜的單元咯 趕快有請我們的李明來告訴大家今天的達人密碼吧 好的 沒問題 今天的達人密碼是 兔子 巨人 think and shot 嗯 照這三個密碼來猜今天的達人 該不會是一隻背著照相機的15米級巨大兔子吧 是不是 還是說 是一個帶兔的超大型巨人呢 欸欸欸欸 等一下等一下 怎麼越來越恐怖啊 都不是啦 好啦 今天的達人可是貨真價實的人類 好不好 是 好好 讓我們歡迎米斯特兔 歡迎米斯特兔 嗨 大家好 我是米斯特兔 這個 感覺起來這個聲音的話 就絕對不像是食物密集的 只是兔子而已 對 很溫柔的 好 那我想先請教一下米斯特兔 就是我們剛剛的有介紹就是 跟照相好像有關嘛 但是其實我也知道 你在這個COSE上面也是學有專精啊 好 就是說在COSE跟攝影這兩件事情上面 哪一件事情是先發生的 我是先COSE然後再開始再接觸攝影的 這樣子 那怎麼會從COSE轉成攝影這樣子的一個專業呢 我那時候拿攝影的話 其實我主要是希望能夠幫身邊的親友 去多留下一些照片 因為有時候其實你常到COSE的場上 或者是到其他地方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拍一些東西回去的話 我會覺得其實來這個場次是很空虛的 而且去場次的時候 你去認清的那種開心的那感覺啊 所以我會就會很希望能夠跟大家一起捕捉 這一刻的時間 所以我每次去場次的時候 其實我最開心的事情就是認清 所以大家就看到一隻瘋掉的兔子 就瘋掉在找人家的認清這樣子 然後邊看手錶嗎 啊不是 是沒有邊看手錶 來不及來不及來不及 啊你現在等我 好 那我想問一下Mr.2 就是因為你自己本身有玩過COSE 所以你會不會覺得說玩過COSE 然後再來進到攝影這個部分 這兩者就是有沒有影響到你說 可能你跟其他人其他專門就是攝影 但沒有玩過COSE PLAY的人不太一樣 嗯這個部分的話 我可能要先澄清一件事情 就是我不是專門的攝影師 這樣因為我其實在學的時候 我也是都是跟親友一起討論過來的 這樣子 那可是如果以COSE對攝影的影響的話 我覺得以一個COSE的心態的話 你會更容易去進入那個角色 去拍攝這個畫面 嗯因為其實我們在COSE PLAY的時候 其實你會去除了你的裝扮跟你的化妝 或是你的道具要到位了之外 其實嗯有些人他會比較著重 你就是在這個角色的精神層面 或一些情感的傳遞的上面 嗯那一個攝影師或COSE 如果你能夠了解到這一塊的話 那其實對於整個畫面的呈現 它會是非常的好的 嗯就更能夠在攝影的過程當中 抓出那個COSE的那個精髓 嗯那個FU就是不太一樣 嗯那剛剛有提到就是 假如說都是對動漫有了解的話 會比較好 跟就是COSE就是有默契拍照 那我想請問就是Mr.2 你在拍照之前是怎麼研究 就是原作角色中的動作特徵 或是就是去把它漫畫第一集 看到最後一集嗎 還是看動畫什麼的 這個部分的話通常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我熟悉的作品 跟我不熟悉的作品 然後我熟悉的作品 因為我本來就很粗 所以那個就沒有什麼問題 哈哈哈哈 然後如果是我不熟悉的作品的話 通常就是我在拍攝前 如果這個人 他找我拍的是我 比較少接觸的一個作品 因為其實作品 大家大部分都在這個圈子 都會看過 嗯那這樣子的話 我會希望對方先丟大概 三到五張的照片給我 嗯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呢 因為其實在拍照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想的理想的畫面 跟你想拍到的畫面 其實也會有點落差 嗯可是我們如果透過文字 或是講話的敘述 可能會有點差異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 以照片的方式來溝通 嗯 這樣所以你可能丟出 欸 譬如我想拍這三張的感覺 嗯 然後我就會努力的去 先去幫他 準備這三張照片的曝光 嗯 跟或是要怎麼樣的取經 或是我可以幫你 準備一些什麼道具 嗯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會先以 那這個方向去做 嗯 那你有沒有曾經碰過 就是說你在接受委託的時候 在跟他溝通的過程當中 你發覺哦 他的要求我實在難以做到 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嗎 這樣子的情況通常 只會出現在 跟我常合作的夥伴身上 啊 反而是常合作 就是 因為常合作的夥伴 他就會知道 因為那時候我們會去挑戰一些 就是 我很不會的部分 因為我其實常常會跟他們講說 就是 我是喜歡拍到類型是什麼 就是什麼類型 就是我喜歡拍我最弱的那個類型 哦 因為我去年就是夜拍很弱 嗯 所以我就買了閃燈 我就一直練練練練練 然後練到現在我就覺得 好像沒有閃燈不能拍 哦 然後因為 然後今年的話就是我想挑戰 就是水中攝影的這個部分 哦 然後所以說 所以我現在也是開始就是 得得得得 就開始往水中攝影這個地方去前進 哦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沒有什麼不能拍 就是反正越難的東西 丟給我越好 反正我越不會拍的 就是你看我 看我拍現在很淒心的那一種的話 哈哈 欸對對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整個就對了 啊 反正就很虐 哈哈哈哈 好啦 我們來到這裡來輕鬆一下聽一首歌曲 好好來聽一下達人推薦的好歌 這首是今年夏天的動畫 東京餐種 東京Guru的OP Unravel 專注器聊 始終如音 大家好 我是米斯特兔 現在你所收聽的節目是 動漫我要聽 目前進行的單元 熱炒九九達人上菜 今天我們邀請到的這位達人呢 就是在鏡頭另一端的魔術師 Mr. Rabbit Studio的創辦人 米斯特兔 再次歡迎他 耶 耶 上一段節目的結尾呢 我們知道他是個很自虐的 攝影師 好啦 那我現在要講一個就是大家其實 都很關注而且引起很大迴響的 就是米斯特兔 你舉辦的一個活動嘛 那就是晉級的巨人攝影會 那麼到今年已經進入第三期了 是不是 是的 沒錯 那當初是怎麼決定要辦 這樣子的一個活動啊 慈心嗎 對 肯定嗎 真的嗎 會覺得要辦這個攝影會 當最一開始的時候就是 因為第一個答案是 我非常喜歡這個作品 他的世界觀 就是我覺得他帶給我一種就是 比較絕望的感覺 然後剛好有一個機會就是 我會 因為我那時候剛好在嘗試一些 新的攝影的方式 比如說是像是 製作場景 跟像投影機攝影的這個部分 就是你可能用高流瓶的投影機去做 然後那時候我想說 因為我那時候本來是單純 要準備給我的親友拍照 可是我想說我都 這麼搞乾的去做這個東西 那我就弄個東西就是出來 就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 就是這樣子的拍攝環境 所以在這樣子的契機下 我就開啟了就是第一場 就是我的晉級試圓攝影會的第一期 可以跟我們簡單 稍微聊一下這個活動的內容嗎 就大家在玩什麼 這個活動其實從一期進到三期 它已經有點變化了 然後會想那樣辦就是 一來也是因為很粗啦 然後二來就是 希望就是 我可以藉由我去搭景的這個部分 的部分 因為剛好我家有很多資源 就是曾經搭過的景 都是把東西全部拿出來用 那什麼蜘蛛網啊 或者是黑布啊 或是吊燈啊 然後一直到 我在過的過程當中 我也做了一些就是不一樣的大方 因為有些場景是 你知道這個東西有些有出現過 或在這個動畫沒有出現過 可是你要拿來拍 你要拿來做道具是不會的 就比如可能像大炮 或是像什麼氣壓補集室 或是像什麼超大巨人屍體 這個一般人應該就可能 啊我的PS好了 對 可是要把它真的做出來的話 其實大家可能會把這個資金 運用在你的裝備上面 對 因為我這樣子對完整度 還是會是比較好的 所以那我覺得我就可以去 把這個部分補起來 能夠營造一個環境 能夠讓大家去拍攝這個部分 嗯 這樣子 等等等一下 你剛剛說 剛剛我奇怪你們兩個都好鎮定喔 其實我心裡面是默默的在醞釀我的問題 我看你先問 看我們問的是不是一樣 剛剛Mr.2講說那個巨人 還有那個大炮 就是實景嗎 對啊 食物嗎 不是吃的食物 是實景的物品在那個攝影會的現場嗎 是的 它就是現在就放在那個 台大體育館滴咖啡的二樓的樓上 然後它光是它的那顆頭 就高兩公尺 哇塞 哇 那這個技術是怎麼 你們怎麼來的這個技術 本身就會嗎 還是 這個技術其實我那時候是 一期的時候是我們 有去請教一些就是木工師傅 跟咖啡廳的老闆 他們就會知道我們做的一些方法 一直到二期跟三期的時候啊 所以在這過程當中 我就漸漸的去學了 用一些機具的方式 像什麼車床啊 或是什麼什麼的這樣子 天啊 我真的多才多艷 真的太強了 然後一直到後來 到三期的時候 我們就請了一個就是 它叫做鼻孔 然後它是一個 做電影特效道具的一個道具師 然後我們就邀請他來幫我們這個活動 去雕刻那個大巨人 這樣子 然後所以就最難的部分交給他 那小木工那個 就我們自己來就好了 可是他還是很厲害啊 對啊 跨界攝影師 那就是除了就是像這種有大道具 可以提供攝影的部分之外 我聽說還有就是小關卡 可以讓就是當日參加攝影會的朋友們闖關 那我想請問Mr2你在就是活動中 有沒有發生什麼 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 喔闖關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要特別講一下 就是我二期的時候 我曾經遇到一位媽媽 然後因為一般的攝影會活動 它是一般就是單純的拍照 那可是我們的攝影會活動 跟一般的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所以我們多加入了就是闖關的元素 然後一到三期我們會再多加入一些表演 然後所以在闖關的這個過程當中啊 那個媽媽讓我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因為 那時候她 因為我們二期的時候是過年時間舉辦 因為過年的時候其實小朋友她要出來 能夠參加我們聲音活動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那個媽媽她其實抱著就是 監視她小朋友的心態的時候 看看這小朋友她到底在做些什麼事情 然後一直到她參與這個過程 就是參與我們闖關活動這個過程的時候 她後來跑過來就跑過來跟我說說一聲謝謝 的原因是因為她她她昨天跟我講說 感謝我辦了這樣的活動 因為她已經很久沒有跟小朋友這樣子的玩了 然後然後她後來她就跟我解釋說 因為她其實一直很反對她小朋友玩cosplay 跟接觸動漫這個事情 對然後因為其實大家在不了解一件事情的時候 經理會抱著一件排斥的心態去去看著她 可是在她透過我們的活動去了解這個文化之後 她會發現其實這樣子的過程其實 跟她想像的其實不太一樣 她覺得這樣子的方式其實對她小朋友其實是好的 那我會覺得就是這樣子的過程 那時候就讓我真的非常的感動 也讓我哭了好久 是所以我們的聽眾朋友們 如果你的爸爸媽媽反對 就把他們帶來參加這個攝影會的活動 一起來闖關 從此就一家和樂好棒喔 好開心喔 好那我們到這裡今天休息一下 請Melon為我們介紹一首歌曲 好那接下來要播放的這首歌曲是 日本作曲家智芳精子 所做的交響曲傳奇第三期 OVA的第一集1D TAKA TAMENO SEKAI 好那就是我聽說米瑟2 你最近有出了很多的新刊 那尤其現在聽眾朋友可能看不到 不過我們上禮拜二的Youtube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本 可以請您幫我們介紹一下這一本嗎 它這本新刊我出的是新世紀福音展示 然後它是講的是那個就是 它的劇場版Q的一個小過程 就是那個祖勳跟真士互動的一些過程 這樣子然後一直包含到就是 祖勳最後消失了的那個過程 然後我們用一些比較抽象的方式把它拍出來 而且永伯你知道嗎 除了這個本子裡面的內容很不簡單以外 其實這個本子裡面內容還隱藏著 Mister2小小的情願喔 真的喔 隱藏版的訊息嗎 對對對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真的我可以分享嗎 可以 就是 好 就是在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我的每一本寫真書 它都有包含了一些 我想關注的一個理念在裡面 然後 這個部分是 就像我第一本人說我其實 我的書其實全部都是用 FSC環保制裁的部分去做的 因為我覺得有些事情是 其實不是大家不去做這件事情 是你不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當大家能夠知道 比如可能環保這個議題啊 或者是其他的議題的時候 就是你可以選擇你到底要不要去做 或要不要去關注這個社會問題 這樣子 然後到我第二本的時候 我希望就是推廣的這個部分 就是TNR流浪貓協會 這樣子 因為我個人非常的愛貓咪 所以 所以我其實從第一 我的第一本寫真書開始 到我的第二本 其實我每本書都有捐五塊錢 就是給那個TNR流浪貓協會 這樣子 然後我自己會再多捐一些 這樣子的費用 能夠希望能夠就是 幫可愛的貓咪們做一些事情 這樣子 所以 所以也許這些訊息 並不是我們在場子上面 可以看得到的 對 但是其實這樣子一個 怎麼講 良善的種子 就是在我們的兔子 Mr.兔 Mr. Rabbit裡面 他在他的心中這樣 那我們當然也希望 我們的聽眾朋友們 也能夠一起來支持 這樣子的 他的小小的心願 好不好 對啊 非常地棒 對 最後最後我想要再問一下 Mr.兔 是的 你未來工作室這邊 還有什麼樣的計畫 可以跟我們先透露一下嗎 好 我未來的計畫呢 就是我預計在今年 順利的話 今年的話 就會舉辦一個我個人的攝影的個展 喔 對 然後我攝影的這個個展的話 因為我現在其實還是在屬於招場地的這個部分 那因為我其實我想透過這個個展 能夠傳達大家一個概念 就是think and shot 這一次我之前在一些學校跟電腦公司幫忙上課的時候 能夠傳達給學生的一些理念 那什麼是think and shot呢 就是我希望大家跟 能夠再拿起相機按下快門的時候 你可以多思考一秒鐘 因為這樣你就會知道你到底是為什麼去拍這樣的照片 或你想要拍到什麼樣的畫面 當你累積了很多的這個一秒鐘 你可能累積了一百張一千張 甚至十萬張二十萬張的時候 自然你就越來你就會更容易去捕捉到你心中所想要的那個畫面 那所以他就只是靠著你 短短的就是多想這一秒鐘 那所以其實他就可以成就 其實你可以能夠未來能夠捕捉到你畫面的機會 那等到這個過程越來越順利的之後 其實你就更容易能夠掌握到你想傳遞的感覺跟文化 或者是你想表達的故事性這樣子 哇 講得好好喔 是 好好 對 從今天就開始做 對 以後我們說話要先停一秒 嗯 真的非常感謝這個Mr.2 今天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跟我們分享很多你在coast上面 攝影上面 以及小小的心願 出書這上面 都關心整個社會的議題 我覺得非常的棒 真的 祝福你未來能夠在所有的這個各個面向 都能夠更有所進步 下次能夠看到你在水中攝影的攝影集 期待 是 下一本就很期待 會加油的 是是是 好 那最後呢 我先來為大家解答一下今天的答案密碼 好了 第一個兔子應該就不用我多說了吧 是粉絲們對Mr.2的愛稱 也有很多人都稱他為傳說中的兔子喔 沒錯 那巨人的話則是晉級的巨人攝影會 Think and Shot就是Mr.2剛剛所提到 各展的核心理念喔 那節目的最後一樣要再聽一首歌 我們要聽到的歌呢 是日本超可愛元素系教主 卡莉怪妞 在今年2月發行的單曲 Yume no hajima 凌凌 同時也歡迎我們的聽眾朋友們 到FB上面跟我們做一些雙向的交流 還有到天空部落格 給我們批評指教 也別忘了下個禮拜二Youtube上面 有我們最新的錄音花絮的公開喔 嗯 好 節目最後祝福大家有一個非常平安喜樂的週末夜晚 下個禮拜東南晚耳聽再見囉 拜拜